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几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也真是非常迅猛的 而通过这些城市 小伙伴们也发现了这样的规律 那就是一个城市想要实现经济发展 交通肯定是重中之重 可以说只有交通便利了 经济才能够更好地发展起来 可是今天我说的这个地级是 距离一个经济特别发达的一线城市 只入两百公里 但是到了今天 这里却都没有进入高铁时代 这城市就是合园市 这里是归属于广东的一个地级市 可能很多小伙伴们对于这里都不是特别熟悉 毕竟这个地方的存在感不是很高 而且在我们这个省里 很多城市发展的都那么好 就彻底掩盖住了其他城市的光芒 这个合园市距离一线城市 也只有两百公里 不过这里的经济 却一直排在广东省的倒数 这其中一定是有原因的 小伙伴们都知道 那些经济特别强大的一线城市 对于附近的城市都有一定的辐射作用 所以大部分一线城市附近的城市经济 也都不会特别差 因为城市之间的沟通交流 肯定是先从周边城市开始的 毕竟一线城市的资源都是非常好的 但合园市却是个例外 这里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 而且生态环境相对来说保护的也比较好 尤其是这个城市里的水质 绝对都是标准之上 而这里就是东江上游的天然水库 然而这里也给周边的城市 提供了很多水资源 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 当地不可能大力发展工业 以至于这里的经济 一直不是特别优秀 作为水源地 这里必须保持良好的环境和水质 所以也就很难发展了 对此你怎么看呢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 下次会带大家去看更有趣的地方 喜欢我的 万一点赞订阅评论哦 拜拜